保暖的衣物赶快拿出来了 因为入冬最强冷气团 周末就要报到低温可能跌破10度 除了穿的暖 被子当然也要盖的暖 所以很多人冬天就会拿出蝉丝被 这则画面我们带你去台南下营的蝉丝被工厂 带你去看看 现在可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 我们也实际持习这个产线 你知道吗 制成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每一件蝉丝被 都是要靠老师傅 他们手工拉制超过200层才能完工 薄薄一层看似棉花 慢慢透出光线 这一丝一缕其实是蝉丝 但要做成松软蝉丝被 可没想象中简单 哎呦真的好尴尬 师傅笑咪咪 但手劲大到我都站不稳 诀窍学好再来一次 一二三 原来光用力行不通 拉着四个脚上下挥动 韧性十足的蝉丝才拉得开 像这里两公斤的蝉丝 一共要拉快200次 才能做出一床 小件双人的蝉丝被 不过这些都非常有韧性 所以你在拉的时候 就已经耗费不少体力 跟打麻将一样 四个人少一咖都不行 38年经验的师傅 五小时狂坐12床蝉丝被 不只做到全身沾满蝉丝 从前置作业到后面收尾都很高纲 把它整理出来 每床蝉丝被还要一个个挑出黑黑蝉剪 最后手工缝制50针 避免蝉丝跑味 大部分都看不出来 只有我们做的看得出来 或是有养蝉的 他们会看得出来 五六吨的蝉丝原料在台南下营 只要寒流来三四个月就卖光 不过现在物价涨 已经破万的蝉丝被 可能还会再涨一到两成 因为抽丝剥茧过程繁琐 台湾几乎没有养蝉丝 只能从大陆进口 没想到又面临缺工问题 一年四季都在赶工 因为每年都要卖出上千件蝉丝被 就是要让寒冷冬天 能温暖睡个好觉 东森财经继续 终于王安平台的报导